Hello 大家好 我是EDIF Hello 大家好 我是埃石 我們今天來到惠喬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單位 就是三房一套 連同高人套餌 再加上大平台 這個單位實用面積是1074尺 單位的平台是508尺 天台是950尺 事不宴遲 我們現在馬上看看單位 今天看一下單位 也是惠喬裡面面積最大的單位 我們今天看的單位 1074尺 但其實270度 環回的都是可以看到的 除了有大平台 有大天台之外 主人房還有一個可以走出去的小樓台位置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單位 屬於內置樓梯 有自己的私人天台位置 還有我們的平台 其實是當初發展商一手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按摩池 Zaguchi的位置 送給你的 是入職的 天台差不多接近1000尺 即是實用950尺的天台 有業主是種了 還有一些室外的沙發 整個天台都非常舒服 和放鬆 因為你如果坐在這個 戶外的沙發的話 平躺 就算你躺平也好 你都會看到全生景 那廚房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了 屬於一個半開放式的廚房 電子爐的設計 中間這幅牆 隔開了之後 就可以做一個 跟客廳和飯廳做一個連接位 你看到這裡也有一個 Decoration的櫃 可以做一些Pantry的位置 然後我們這個客飯廳的位置 你看到這個玻璃拓門 全方便打開 所以你在客廳和飯廳 是無縫接軌 你自己的平台位置 同區這一類單位 不是沒有 只不過每條的扭鈴是最新的 自己有出土 就直接回到大陸主站 就算不搭出土 你走路也好 都是幾分鐘下去 那這個是沒有其他屋子 有這個優勢 如果你是找到千多尺 又要特色單位 還要自己單邊 還回山景的話 那匯橋就幫到你了 因為如果同區 同類型的話 有水峰 有明城 但他們的實用面積 都是二千多尺左右 才會有內置樓梯的複式單位 但我們今天看匯橋單位 只有千多尺 但已經是滿足你所有願望 就知道了 那這個單位呢 它同時放租和放賣的 對這個單位有興趣 隨時聯絡我們 可以安排時間上來看樓 今天的樓盤介紹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